直到后来 我入职了效果 发了第一笔工资 我觉得 是时候把那张脸赎回来了 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 那是一个冬天 我顶着自古的寒风 冲进去 拿了一块雪糕 我都没问价 结账 他说58 我说 这个怎么数晚了 还有利息是吗 当时就后悔了 冲动了 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 最后还是买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小人得知的快乐 那个雪糕我都舍不得吃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捧在手里怕话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当时就是怕话了 握着冰凉的雪糕 感受到的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 我举着雪糕大喊 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 何广志 从此你也拥有了生活的话语拳 说完 咬了一口 把嘴沾上了 寒风中 我身体的温度 再一次降到了冰点 那会儿压力很大 很多人都会选择 养只宠物 来陪伴自己 我去宠物店看了一眼价格 发现唯一能买起的 就是豆猫棒 压力更大了 当时看那个豆猫棒 我都心动了 我说这个豆猫棒 好像也能缓解压力 到时就有一种感觉是 我不配养宠物 就那宠物店的宠物 住得比我都好 他们都是单间 独立猫沙盆 我还得每天跟室友抢厕所 我感觉他们如果 谁跟了我 得多倒霉呀 店员还跟我介绍呢 说这个猫就是可爱 这个猫呢聪明 这个猫呢就是活泼 我说 就有没有那种 能吃苦的呀 心理素质好的 能接受猫生大起大落 还能自己抓老鼠的 朋友说 不行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但流浪猫 它们也不跟我走 因为吃的比我好 就每天会有人 投喂它们猫粮 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 刚放在地上 就被阿姨拦住了 是垃圾扔在那一边 我感觉就算是我 带回去看一眼 它们第二天也得跑路 走的时候 可能还得说哪去 我倒不是多么热爱自由 我们流浪猫 吃不了这个苦 嗯 走 然后